连续几天天气热得不得了 虽然晚熊台风不会来 但是提醒大家出门 注意防晒还要多多补充水分 今天最高温出现在新竹有36.9度 也就是因为天气真的是这番了 不少驾驶人开车热到受不了 很多人都会选择来贴隔热纸降温 而现在还有最新的奈米技术 号称这比一般的隔热纸 能够有效降温5度以上 但是代价就是得多付一倍的钱 不只是车窗 连家用隔热纸其实都很热销 夜景也说 今年比往年这业绩多了三成一成 忙着贴隔热纸全台裤热 让驾驶人开车上洗三温暖 而现在最新技术 号称把均用隐形战斗机的 防红外线紫外线陶磁奈米膜 研发出特殊隔热纸 可以有效阻绝热能 实际拿热能感一起来测试数字越高 就代表隔热效果越差 像是普通牌子的话数字非常的高 但是一到了奈米的部分 数字就降下来了 热能感测器在车内左右移动 贴一般隔热值测出1.15焦耳热能 没有贴的高达1.79 而陶瓷奈米的确降到只剩0.13 代表隔热效果加温度也跟着降 温度慢慢的44.8 慢慢的慢慢往前 因为它是奈米的构造 所以说基本上 它的隔热效果会很好 温度差大约5度而降低 车内温度之后也能节省开冷气 耗费的油钱大约1到1.5以上 但想要把最新技术贴在车子上代价也不小 陶瓷奈米隔热值可是比一般价位贵一倍 不只车窗 家用隔热值也跟着热销 实测贴上隔热薄膜之后 温度立刻比没有贴的降温1度 号称太阳照射越久 能有1到5度的降温空间 一天大概要跑10户左右 对然后我们公司的人也是不够用 悬台热翻天 不管是车窗隔热值还是扎用 业绩通通跟着温度热销 这里是青山台北采访报道